一个让林青霞不顾舆论毅然出嫁的男人,原来背后还有一段不简单的故事。 曾经的行李员在30年前是Esprit的代理商,但是在30年后他回头选择买下了美国的Esprit,之后的他成为了全国富翁500名中的大富豪,仅拥有高中巡礼的他现在已经是香港和伦敦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他的Esprit就像成衣国王正在迅速的扩张,像Gap一样遍布在全球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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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传奇的人物,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她的生活感情却十分的低调,相信大家都不知道她这两人前妻都是非常牛逼的人物,她的前妻张天爱,现妻叫做林青霞。 前妻在香港的80年代是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之后,因为受不了演艺界的荒唐而选择退出演艺界,她还曾经是英国皇家八美舞蹈学院的第一位华人,香港第一位华人是政府主席张永新的女儿,天气基金会,还有时尚品牌的创始人,以及天爱艺术培训学校的校长。 她聪明的才智,让人非常的羡慕,被称为天才少女。 虽然她和行李员是第二次结婚,但是她还是活在她奋斗不止的人生中,即使已经为行李员生有一个女孩子,但是她的心病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家庭,而是对世界充满着无数的爱。 她的第三段婚姻是嫁给初恋了。 但是她之后在第三段婚姻之后,其实还有十年的感情空窗期,2000年张天爱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罗素,中国名为王胜敏德,弟弟是著名的演员王敏德, 因为这段爱情她们之间走上了婚姻,最后也在2012年和平的离婚了。 张天爱也表示她们都没有错,是我的错,我想创造一个自由飞翔的鸟,不是一辈子关在笼子中的。 我不是想做女强人,去看看而已,张天爱的心始终少想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停止过。 崇尊自由的女人一般都比较大度,张天爱在和行李员离婚之后选择把林青霞介绍给前夫,才有了林青霞和行李员之间最有争议的组合,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为林青霞嫁给丑男行李员而感到非常的不值。 现在看来她能娶到张天爱这样真诚而且厉害的人物,行李员也并非是一般的人物。 在听到谁与行李员和林青霞结婚的时候,张天爱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很相配的,我没有能做一个好妻子,但是林青霞可以做到,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林青霞女行李员结婚后抚养行家欠的重担就放到了林青霞身上。 相信大家都知道林青霞在演艺界的地位,她是永远的东方不败,也因为自己的容貌被誉为东方型美女,但是与张天爱的任性不同,在和秦翰纠缠了18年的恋爱,最终都没有结果之后,她终于在1994年选择嫁给苦苦追她的行李员,并宣布她的男人。 林青霞永远退出演艺界,之后为行李员生下了两个女儿,过起了相夫交子的生活。 但是不得不说行李员你真的非常的厉害,能娶到这么两个美丽而且能干的妻子,而且她所生的三个女儿也都有通通没有能传到母亲的遗传基因,这也是最让人网友觉得最让人遗憾的事情。 只能说父亲的基因实在是很强大,不过能进入这样的家庭,也是一种幸福。 2013年在女儿行家欠开办的教育中心开幕式上,张天爱和林青霞作为母亲同时出场,为爱女捧场,一个是行李员前任,一个是行李员的后任,一个是亲妈,一个是继母。 相处起来却这样的好,让人觉得是在看电视剧一样。 影片来源,腾讯。参考来源。